科技技術 科技技術基本上反映的是 當代技術所造成的日常生活的現實的改變 或者是我們認知習慣跟思考習慣 或者是行為方式的改變 像我們這20年 在技術上受到最大影響的大概就是平台的出現 在2000年左右主要是網路的出現 當移動載具出現了之後 當我們可以隨時隨地上網 然後使用我們的手機跟別人溝通 特別是傳遞圖像或者是瀏覽影片的時候 YouTube Facebook IG 抖音等等這些平台 它越來越深入我們的日常生活 這種深入的方式是我們在不同的社群媒體平台當中飄移 在Facebook我們以個人的方式 以自己的帳號的方式跟別人互動 在Twitter我們以短文的短訊息的方式跟別人互動 在YouTube上面我們喜歡看到長短不一的影像 在抖音我們基本上或者是在IG 我們呈現的是自己想要呈現給別人的短影像 我們在裡面不呈現思考 我們呈現快速的形象 這些不一樣的平台 它其實創造了我們大家以為這個新時代自己創造自己的形象 自己以為的主體性 可是其實這樣的不同平台的主體性是平台幫我們架構出來的 這些不同的平台讓我們以為我們有能力操縱我們自己的形象 可是當平台一關掉 當Facebook一掛掉的時候 河道上哀鴻片眼 我們忘記了 我們才發現原來平台才是我們這個時代決定我們的形象 到底可以怎麼出現 到底可以怎麼樣秀給別人的這個時代的神 科技技術平台是這個時代的神秘主義 科技藝術就是要打破日常生活當中 這個已經被神秘化了的我們不自覺的神秘主義的處理 我們要把這個架構攤在我們面前 處理到底我們的思考方式 日常架構怎麼樣受這些技術 怎麼樣受這些平台的影響 它可能會用沉浸式的方式 它可能會用參與式的方式 它可能會希望互動的方式 甚至它也有可能是 在你希望創造一個參與式的架構下 逼迫你被動的不能行為 這樣所有的新的觀眾跟物件 觀眾跟事件之間的距離 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科技藝術表演想要探索的內容 大家好我是柏偉 可能我們這個時代的確對科技藝術有了更大的想像 可能希望科技藝術不只是在美術館之內的作品 它還希望它是一個可以跟大眾的日常生活有對話 希望藝術可以發揮某一些特定的社會效果 或者是讓大家在日常生活當中獲得某一些不管是享受還是娛樂 可是當回到藝術本身 我們還是要說藝術之所以是藝術 而不是只是廣告 不是只是其他的所謂的娛樂的物件 或者是娛樂的作品 它其實還是有一個重要功能 就是讓我們可以理解藝術家獨特的思考方式 然後可以讓透過這種獨特的思考方式來看看我們的日常生活到底是什麼 到底創作本身應該要維持在什麼樣位置 我覺得這個留給每一個創作者來決定 那朝向市場並不是一件壞事 重點是我們除了朝向市場之外 我們也要反省市場對我們的影響到底是什麼 我建議我們顛倒我們習慣的思考方式 大部分的創作者在他不熟悉新的技術 新的高科技或新的技術的狀況下 往往會首先看到別人做了什麼 就想說我可能要做那個樣子 可是我的建議是我們應該顛倒過來 因為當你只是模仿別人已經完成作品的時候 你只是複製它的操作的類型 所以我自己的建議是首先要思考 我要表現或者是我要表達什麼事情 我必須要在我要表達的事情上思考 到底我要表達這個事情跟技術的關係是什麼 到底現在的技術使用或者是現在的技術工具 如何影響了我要表達的這個現象 或我要表達這個思考或我要表達這個觀念 在這個狀況下我們才回頭來問說 以我這樣的表達形式 以我要處理的這個現象 我到底應該使用什麼樣的技術 而不是我先決定的某一種技術表現 它不一定真的是跟你要表達這件事情息息相關 它可能是錯誤的想像 所以我還是覺得我們維持 或者說做為一個藝術創作者 首先是要清楚的表達我要表達的對象 再來思考我到底應該採用哪一種技術來表達 這個現象或表達我想要表達的觀念 它才會讓你的表達跟你的技術疊合 也會讓這個表達呈現出它應有的潛力 呈現出它在這個時代實在的樣貌 第二屆桃園科技表演因素獎超毅力 11月20號截止 歡迎大家投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